我们用课本的一个例子 这是在前面讲的第一章 这就是所谓的稳健的产能的扩张 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有一笔钱 然后我们有四个市场 然后我们在每一个市场 我们可以盖所谓的多个工厂 但是我们的预算是一个有限的预算 我们有这个五亿美金 那在它的第一个市场里面 它的这个cost 每盖一个工厂 它的成本是120个million 就是1亿2000万美金 然后第四个市场是有1亿4000万 那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 我们分析所谓的它的净限值 它会帮我们公司带来的billion 十个九十方 十亿了 所以就是500亿 然后第二个市场每盖一个工厂 它会带来这么多的净限值 所以我们变成一个整数规划的问题 我们要最大化我们的净限值 就是50乘上你的工厂数目 加上40乘上你第二个区域的工厂数目 所以有四个市场 所以我们有四个目标函数的项 然后我们有限制式 第一个市场每盖一个工厂是120个million 所以是120乘以x1 然后100乘到x2 然后我们手上有500个million的预算 所以xi属于z加 z加这个数学符号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从012到点点点 这是一个项目符号 这个powerpoint的项目符号 这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非复的整数 i对于每一个i属于1234 所以我们变成一个整数规划的问题 然后如果你去解这个整数规划的问题 叫naminal optimal solution 它是4000 你得到回报 是200个billion 那当然你也可以利用我们上学一教的贪婪法 它得到的是1020 所以你得到的净限值是160 比较少 所以这个还是跟各位同学讲 最佳解 得到的净限值还是比贪婪法高 好 这个是我们的原本的这个限制 那这个估计的这个成本 跟预计的这个收入 有可能不知道会改变 那在这个例题里面 我们假设有不确定的成本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成本呢 是一个会变化的值 然后呢 它的期待的成本呢 是一个AI 这个叫BAR B-A-R 然后它的标准差是一个Sigma i 所以针对第一个市场 我们呢 得到的期望回收是120个billion 但是它有12个这么大的一个标准差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有不确定性的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一个盖场之后 它的需要的成本有不确定性 那这个也很正常 对不对 因为成本会变化 就像最近 因为这个我们第一讲讲的 因为COVID 因为战争因素 那导致通货膨胀 那物价就会开始涨 所以AI呢 A sub i 这个建厂的成本会不改变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才会介绍这个工具 让同学们了解 那我们怎么去描述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集合呢 这个利用第八章投影片 A1 A2 A3 A4是我们盖场的成本 这个成本是不确定性的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真正的盖场的成本 减掉你的什么 你的期望值 平均值 除上你的标准差 会小或等于你的伽马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这个伽马如果是2 它就是在120正负24之间飘动 那这是100正负20之间飘动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让我出现 那是190正负20之间飘动 带人的预定性观 太绝洁